Hello 欢迎来到Cindy Lin的世界 我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讲 五个方法让你记住更多英文单词 OK 我做功课 前阵子呢有一个影片 是我大概去年的时候 把就是分享三个工具 让你90天也可以学会英文听力 那个影片呢被大家分享了大概几百多次 大概总共有八万八千个人看到这个影片 而且这个不是我没有特意去推广或付费广告 它就是很自然就很多人找到这个影片 所以每天常常会有人来询问我 学习英文的方法还有诀窍 所以呢我决定这好像是上帝给我一个指示 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好那我就 我觉得呢学好一个语言呢 应该是刚开始就是要有一些英文单字的基础 因为这会帮助你听句子 或者是听人家对话 或者是看电影都会 如果你有单字的话 你可以凑 你可以大概可以猜想出来 这整个句子是什么在讲什么 这个就很像我当初学习班牙文的时候 也是从单字开始 就是开始学习的 那你可以刚开始可以用颜色 名词动词开始 OK 好那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最有兴趣的主题 下手 然后每天累积十个单字 那对我来讲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就是我用音音字典去学习英文单字 就是我会尝试着 譬如说我会说 OK banana 我现在是讲最基本的单字 banana 然后你去查英文字典 它可能会说 it's a fruit 就是一个水果 that grows in the tropical country 乐带国家的一种水果 我猜啦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解释 那你就会在 看音音字典的时候 又学到更多单字 那我说用你最喜欢的主题 乐趣去学习 因为你会 你会更有动力 你会更有动力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对科学有兴趣 你可以从看科学的东西 你对电影有电影明星有兴趣 或者说西洋歌曲有兴趣 从那边开始 每天累积十个单字 记在本子上 或者是手机app里面 你的笔记本 然后你尝试着 蛮重要的件事就是造句 那你自己不会造句的话 你就是看那个音音字典 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翻例 那如果它句子很长 就结一小段 就是make sense的一个句子 记下来 这样子你才可以知道 怎么使用这个单字 好吗 所以学习一个语言很重要 就是repeat repeat repeat 就是重复重复 不停的重复去看 不停的重复 知道它怎么使用 然后你听到这个单字的时候 你就会更有感觉 它会就会直入到 你的潜意识里面了 就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 我自己在实践的 以前在努力学英文的时候呢 就要看你有没有心想要学英文 如果你很有心的话 你会自己录我自己的声音 把它录起来 那时候是卡带哦 录自己的声音 然后我会 因为我就很像我自己是老师一样 然后考我自己听写 那现在你可以用手机 我可能在这个叙述 叙述里面下面有一个app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 很简单的app 我有点忘记 现在在我手机里面 我在整理下放在我的叙述里面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 然后尝试着念那个字 还有尝试念那个句子 甚至尝试念那个解释这个单字的意思 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不要背了一大堆单字 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因为很多 很多学生呢 考试很厉害 但是遇到真正该用的时候 反而不会用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应用它 好吗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图片 图片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工具 我觉得你 如果真的是初级初级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买 图片单字书 有些图片单字书是 很多很多图片 他可能说 所有不同的职位 或在办公室所有的工具 他全部都会有英文单字 所以并不是只有什么 banana apple father mother 还有一些更多单字的那种 就是单字书 图片单字书就对了 好 那我大概就讲到这边吧 我希望 我希望如果你这个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 你也可以在这我的影片下面 有一个连结 你可以订阅 我的电子报 我希望我可以帮助你制造一个英文的环境 我在想说组织一个 比如说在社群软体一个社团里面 我可以教你们一些英文句子 最常用的礼语或单字 就是建立一个这个环境 目前还在筹划 可是你可以先订阅 如果一出来的话 你马上就会被通知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你可以欢迎 就是订阅 就是算给我一个鼓励吧 好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